我上過葉牧師的課程 我很留意到葉牧師每次都強調 基本的業績是很重點 就是教我們如何輕鬆得勝 如何處理 不要將我們的包袱 要自己背上身 如何即時去處理 聽完之後 我就很快掌握得到 鼻樽是活學活勇 我發覺到很容易做得到 例如之前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我會很猛疹 為何不行 為何這麼簡單我都做不到 我發覺將葉牧師所教的 我立即應用後 我發覺那種輕鬆 覺得心裡的東西完全不會再有 就算是的話都是很短的時間 比如說之前是潛累了很多段時間 比如說在公司做一宗生意做得不好 或者是同同日之間有些磨擦 我經常擔心 但現在就不會有 無論是各樣事上 我都可以處理得到 你如何處理 我立即和自己說 耶穌很愛我的 耶穌處理的方法都是這樣的 看回聖經裡面完全是 就是教我們的 所以我們是用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上 以及經文都是這樣說 就是叫我們 我們所做的那個 那個騙是輕散的 就是幾月神的同在 神是 要我們是 不要我們 揹著淡子 如是者就經常覺得 就算我每晚睡覺 睡到床的時候 就自己感覺到 神的愛在暖流 在我裡面 比如之前覺得 很多年之前 說過我 不夠人厲害 不夠人的本事 但現在不知不覺 已經釘了十字架上面 已經完全與我無關 我覺得每個人 神是看錯我的 神做我是獨特的 我用不著跟別人相比 我的形象是 神心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 我就抓到這件事了 我就覺得 真的很開心 裡面 真的很輕散 再沒有這些淡子 嗯 這樣也知道 能不能拍出 不見 算是 不見 不見 都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